引導員手勢一下S軌動C 反潛直升機緩緩向甲板靠近 完美落地 在晃動的海上要停得妥 可是真功夫 但停自己航艦沒問題 傳出我方多分艦隊出航 停的可不只有我方軍艦 年度環島航訊巡迴七大港口 前兩天剛在台南落幕 看看這張照片 外國面孔的海軍學官 站在艦上和S軌動C前拍照 據了解他是貝里斯級 在學授直升機海上降落訓練 特地帶他出去觀摩 我方實際海上直升機落艦 我方出航的艦艇 有可能航行到中太平洋地區 跟某個盟邦做一個演訓交流 那這個盟邦演訓來講 基本來講就是美國 因為其實過往東盟艦隊 在出航的時候 他沒有攜帶這個艦載直升機的需求 專家直言協助訓練海上落艦的 就是美國軍艦 演練若共軍來襲 兩軍之間的通訊指管補給等等 只是私下瞭解海軍是此類 與友邦海上合作為極精敏資料 不予置評 倒是對岸這些資料似乎沒在藏 有軍事迷截取衛星影像 發現共軍在內蒙古又建造了一個 博愛特區的全比例靶場 看看這個街道路線分布 和我政經中樞上基本一模一樣 從過去的總統府建築物軍港軍機場 到現在整個博愛特區都模擬 這針對性不在話下